大家好,欢迎收看《奇谈古今》,我是沐璇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为什么要多读历史 有很多人现在宁可去上网,去追追剧 去看一看演唱会,去搞一些各种娱乐活动 他就是对历史置若网闻,似乎历史离他很遥远 我今天呢,我想通过这期节目讲讲我的看法 我认为,人如果一生你能看很多风景,是一种成功 如果你内在也能赏很多风景,那更是成功 那么内在的风景,读历史可能是一个最简单有效的一个方法 称之为内在观景法 那些过往的历史,它无一不都是高山大川 其高山微微湖,其流水商商湖 并且,你如果读历史产生的这种历史厚重感 我个人认为,我从中医的角度来讲 它是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 我最近,我最近就给有一个患者聊天的时候就谈到 这个患者呢,不便公开他的信息啊 就说一下,他呢,就是在高科技公司 好几个高科技公司工作过 他呢,脑子中全部都是数据 时髦的观念 并且他也呢,爱好古籍 中国的《黄理内经》啊,史书啊 也看佛经啊 他脑子中的信息、数据太多了 他就问我,说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脑子停下来呢 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脑子不再发散呢 我当时我给他 我沉思良久 我给他的回复是 你不妨读史书 了解历史 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你脑子当中发散的时候 脑子停不住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要找到一个 窥然不动的点 就比方说 满天的星星都在动 唯独北极星不动 那么你把你的关注点 就放在北极星上 以后变幻莫测谁也不知道 但是过去的事情已成事实 你通过这已成的事实 你借古欲经 你就能体会到 古往进来有很多事情都是在不断的发生 不断的重演 这个是非常有乐趣的 所以这就说到了我们毒史的第一个好处 把我们人收住 把我们的找一个比较永恒的一个东西 能让我们去关注 就好比你最喜欢去看的那些美景 那些美景永远就在那里 但是你要去看 你要带着你的眼睛去看 而我们毒史呢 却带着我们的脑子 史料带着我们的心神 在思街千载和古人一起遨游 第二点 毒史 可以让我们 对很多事情的判断 更加去本质化 就我们看事情就不再那么表面了 因为历史的很多东西 相当于一点一点渗透到你的脑子当中 你看事情都不是那么表浅 你总是 你总是会按照一个发展的眼光来看 并且你能比别人更灵敏地 秀出来它的动向 第三点 学习古人的精神 这种精神里面 当然有人意 理智 有高洁的精神 有孤傲的精神 有那种 虽千万人亡以的勇气 有那种浩然正气 这些东西呢 才是真正一个读书人 从里面需要学的东西 那么多读书人 最后能通过读书改变了整个人的气场 改变了整个人的思维判断 思考模式 这样的读书才叫把书读活了 史书呢 就很容易达到这一点 第四点 读史书 可以指导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举个例子 大家看我口才不好 讲的啰嗦的字也很多 形象也不怎么好 我来讲这个YouTube 我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读完历史以后 我的思考我就跟别人不同 一个是因为我身在美国 长期不用中文 脑子的机能都在退化 我目前所讲的很多东西 我都是没有准备的 都是我之前很多年的积累 这些东西慢慢讲一讲讲一讲 你重新又发现自己不足的地方 又重新再去把书翻出来再看 并且也不断激励你看读新的东西 让脑子活跃起来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有古人的那种精神的指引 古人的精神指引是什么 今天我弹一首曲子 哪怕有一个人听懂了 听进去了 那么我这首曲子就没有白弹 这个曲子就是一个永恒的东西 所以我讲这些故事 但凡能有一两个人能有一点小小的共鸣 这就会穿越时空 响彻百年千年 所以呢 我是把它作为一种数据 储存起来 就相当于古代的人写书一样 给著书写书一样 大家有没有发现 古代的经典 比方说春秋 春秋金是叙事的 其他的各种传 都是在讲解这个事的 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去做这个金 但是呢 我们可以玩玩小传 而小传呢 既有游戏性质 同时呢 也是对古代今生的一种传承 所以呢 我觉得这是不朽之事 这些东西 大家多读历史 自然会明白 我这说一说说一说 好像思维有点发散了 其实我的主题就是 希望大家能多读史 多思考 多反思 然后呢 在游戏当中 娱乐 这种游戏呢 当然是历史的游戏当中 古今多少诗都复笑谈中 好 就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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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